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消防局统计去年40个分队总救护案件超过9万6000件,较前年成长近4000件,其中提升到院全新费功能停止OHCA病患存活率,共有60位民众经过消防救援成功出院,由第二大队新国消防分队共救回10人,在新公布去年救护业务评比成绩。 新国分队连续三年荣获全局特优的肯定。 新国分队去年的总救护件数共3941件,其中到院前新费功能停止的患者共67件,在救护队员的努力下,抢救到院前新费功能停止患者,成功存活超过2小时的共10位,成功存活且康复出院患者共7位。 另外有一位集产孕妇,由救护队员顺利协助孕妇,产出一位新生儿,顺利迎接新生命到来。 新国分队代理分队长叶明清表示,面对分秒必争的生命抢救,市府持续推广全民CTR,以提升民众的急救意识。 经过这几年的更与营,多数民众当面临周遭的人有紧急危难时,更能提供可行的协助与适当的施行急救,并立即通报请求119协助,甚至可以透过119派遣员的指示,在救护车抵达前的短暂空窗期,给予紧急伤病患事宜的初步急救处置。 在救护员抵达时,就能无逢接轨地延续患者生命。 队员吴宗宇也说,曾处理一键路导救护案件,到现场时患者已经无呼吸,心跳,应有民众先帮忙做CPR,他接手机就用上AED电析,患者很快恢复意识,这件与民众合作就会一条人命让他特别有感。